Hello,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视频 那它呢是跟彩妆保养品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爱喝的茶 如果你有看我的50个小秘密那支视频分享呢 就应该知道我是很爱喝茶的一个女生 那家里的茶叶呢 真的是惨不忍睹 一大堆的茶叶 我翻出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家存放了这么多的茶叶 难怪每次我老公打开柜子的时候都说 哇好多的茶叶 那这里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爱喝的茶叶 这些茶叶全部都是在新西兰当地购买的 我也希望能够福利一下新西兰的同学们 就是在新西兰当地可以买到这些茶叶 如果你跟我一样爱喝茶的话 你继续看下去哦 那在这支视频里面呢 我并没有包含在国内我爱喝的一些茶叶 首先这款茶包呢 是我每天都会喝 每天早餐的时候都会见面的 就是利顿的这个茶包 那这个茶包呢 也是我用来泡奶茶的 很多同学说我泡的奶茶好像很专业那个颜色 其实只要把它放在里面泡久一点呢 那个红茶的颜色就会自然而然出来了 那这款茶包呢 是我觉得在目前我喝这么多款奶茶里面的茶包 最好喝的一款 所以我也蛮推荐给你们的 是可以试试看哦 接下来这款茶叶呢 是来自Tea Leaf家的 那这个品牌的茶叶呢 我也是非常喜欢 它在新西兰呢 是有个专卖店的 甚至你可以上它的网店去选购 那我这边呢 还有很多它家的这个茶叶 那我就不拿出来了 我就选了两款我最爱喝的 其中一款呢 是叫Berry Nice 那这个呢是一个梅果的茶 它是梅子加上绿茶的一个茶叶 那里面呢你能喝到很香的一个Berry的味道 同时也有一个很清淡的绿茶 跟它融为一体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茶叶呢 我非常爱喝 就是像果茶 但是它又不完全是果茶 因为它里面有包含绿茶的茶叶 这款是叫Sacro Rose 那它喝起来呢 其实也是一个绿茶的口味 里面是添加了Rose Blossom 也就是一些玫瑰花瓣在里面 所以这个茶喝起来呢 非常好喝 我超爱这个 可以看到 这个我是买的超大包的 然后每每有朋友来我们家做客呢 我都会泡这个茶出来 每次他们喝到呢 都会问我 哎这是什么茶叶 好好喝 所以这个茶叶呢 我个人非常爱喝 也挺推荐给大家的 那在它家呢 还有另外两款茶叶 我个人也是挺喜欢的 一个呢 是日本绿茶 日本的绿茶跟中国的绿茶 口感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是两个人以上喝绿茶的话呢 我就会选择喝这个茶叶的绿茶 因为如果我自己的话呢 等一会儿我会介绍 我喝的日本绿茶的茶包 那这个呢 是一个玫瑰花瓣茶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里面的那些玫瑰花瓣 玫瑰茶呢 其实对女生呢 是非常好的 它有一个养颜的效果 并且它可以帮助你血液循环 还有就是调理你的内分泌 如果说你的MC并不是这么准的同学 可以试试看在MC前喝这种玫瑰花瓣茶 我觉得还挺赞的 等大家都看完呢 就会发现我是一个非常爱玫瑰的人 我发现我很喜欢玫瑰的香味 我喜欢玫瑰的香水 我爱喝带玫瑰香味的茶 接下来这两款茶呢 它也算是一个果茶吧 是来自Delma的 那其中一款呢 是含有berry 还有石榴 加上香草的味道 另外一款呢 就是玫瑰 加上法国的香草 口味的一个茶包 这两款都是茶包哦 如果我自己平时在家的话呢 喝茶包的时间会比较多 如果两个人跟老公喝茶 或者是有客人来呢 我才会冲茶叶 那茶包就很简单啦 它就是这样一个个独立的小茶包 我通常呢 就是直接丢在一个杯子里面 就不断的喝 其实我不是说 一直要喝那个味道 因为如果它冲几次 其实味道就会淡了 只是我太爱喝白开水 所以呢 有一点点味道 或者是有一点点颜色在里面呢 我就会觉得那个水 我会愿意喝 所以这些茶包呢 是永远都要存放在我的柜子里面 一定要有的 那这两款茶叶呢 我个人也是蛮推荐 挺喜欢的 接下来的这款茶包呢 是我人生中必备 一定要有的 如果它喝完了 柜子里没有的话呢 我会觉得整个人很紧张 就是这一款日本的绿茶茶包 那这个绿茶茶包呢 在各大超市都有卖的 我非常爱喝这个绿茶 因为它的味道呢 比较清淡 容易入口 所以每天喝茶的话呢 喝这个茶 我觉得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这个口感呢 我也是觉得非常好 我很喜欢喝这款茶叶的 其实真的茶叶没什么好说的 我觉得是个人口味吧 那我在这里呢 也仅仅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爱喝的一些茶叶 那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可以筛选一下 你不爱喝的哪一些 那爱喝的可以去看一看 看看自己是否会喜欢 那这款茶包呢 是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喝的 每天呢 第一首选我都会选这款茶包 除了绿茶以外呢 茉莉花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除了爱喝国内的茉莉花茶以外呢 国外的茶包的茉莉花茶呢 我很喜欢这一款 它是来自 哎呀 这个牌子我不会读 我会把牌子写在视频下面的清单里面的 那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那这个是一个Jasmine的Green Tea 也就是茉莉花茶的绿茶 我觉得这个茉莉花茶是很香的 就是你能闻到那个茉莉花茶的味道 跟我从国内带的那些茉莉花茶的香味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很赞 我很喜欢这个品牌出的茉莉花茶 接下来呢 就是MF出的这一款茶叶 又是一个玫瑰的口味 那它是一个非常清淡的白茶 加上玫瑰花瓣 这个茶包呢 我也觉得非常舒服 因为我最近可能身体不大好 喝一些浓茶呢 我就会感觉头晕 那最近我都在喝这个茶 喝下来呢 我就觉得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如果你是口中的人呢 一定就不要选这个茶了 但是如果说你可以接受这种很清淡的茶叶呢 这个茶包是我很推荐的 而且他家的茶包呢 做的超漂亮 同样都是茶包 他家的茶包袋子呢 做出来都像那种丝绢的那种茶包袋一样 非常的漂亮奢华的感觉 并且里面呢 你能看到是真的茶叶在里面 那这个品牌呢 它是有出一系列不同口味的 我还很爱喝他家绿茶 加梨的那一款茶包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喝 可惜呢 最近我都找不到那一款茶包了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开始要停产了 哎 千万不要 因为我觉得他家茶叶呢 在超市来说 虽然算是比较贵 但是我觉得他家的茶包确实质量 还有味道都做得非常棒 接下来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三款水果茶咯 水果茶呢你可以单喝 如果你能接受得了那个味道的话 如果你觉得它有点酸 因为有的果茶呢 泡出来它是有点偏酸的 你可以加一些健康的糖 比如说像是brown sugar在里面 或者是加一些茶叶店卖的那些 很健康的叫 好像是叫土耳其糖吧 因为T2的那家茶叶店里面就有卖那种糖 它就是可以加在茶叶里面 然后让那个茶的favor变得比较甜的 但那个糖呢是非常健康的据说 至今还没舍得买 因为我觉得太贵了 所以我在家呢如果想要甜一点 我自己都会加brown sugar在里面 首先第一款呢就是这个莓果茶 那它里面呢是含有 Raspberry Strawberry 还有Longanberry 喝起来呢我觉得这款茶会有点点偏酸 所以刚才我说加糖的呢就是这款茶 但是如果说你能受得了它的这个酸的感觉呢 你可以单单的就这么直接喝 另外呢就是水果茶可以把它放凉喝 如果是在春夏天 尤其是在夏天你觉得天气很热 你不想喝一些热饮的话呢 你就在前一天把那个茶呢泡在一个大壶里 那那个壶呢最好是要有那个茶叶隔层的 泡在里面之后等那个水凉了呢 你就可以放入冰箱里面 冰一个晚上到第二天呢 那整一瓶的就变成很健康的一个果茶冷饮了 所以这些果茶呢可以变成冬天的热饮 也可以变成夏天非常健康的冷饮哦 大家不妨试试看哦 接下来这款果茶呢我觉得它的口味不错 而且很多朋友来我们家喝这款茶叶呢都会问我 哎这是什么茶 那它就是这一款也是Twinix的 叫Mango and Strawberry 然后泡一大壶的话呢最少都要丢两个茶包进去 那个口感才会出来 那它泡出来的颜色呢是红色非常漂亮 夏天呢同样我也是就算不放冰箱呢 我也会等它放凉了再喝 因为那个口感会很舒服 这款茶呢喝上去就会有种甜甜的感觉 不会像刚才那款茶呢会有一个果酸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这款茶我觉得蛮多人都能接受的 大家不妨去超市看看哦 接下来这款呢还是来自Twinix家的 它是Cranberry和Raspberry的茶包 那这个茶包呢我觉得这三款来对比的话呢 可能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吧 因为Cranberry对女生呢是非常好的 所以喝一点Cranberry的茶呢也会是非常健康的 因为这个所以买了这个茶包 也时不时会喝这个茶包啦 只是如果对比来说呢 这个茶包可能就没有那一些这么好喝 接下来的这两款茶呢是有治愈效果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呢是帮助睡眠 另外一个呢是帮助减轻感冒的 其中一款呢就是这个Twinix家的Pure Chamomile Tea 也就是菊花茶 那这个菊花茶呢它同样也是一个个独立的茶包在里面 这个茶我觉得非常好 我喝过其他超市品牌的Cranberry Tea 我觉得都没有这个好喝 这个口感是比较能够接受 并且它喝起来感觉比较顺滑 菊花茶呢是可以帮助晚上睡眠 如果那天晚上在睡觉前你觉得比较难入睡的话 可以在晚上呢喝一杯这个Chanomile Tea 帮助你睡眠 接下来帮助减轻感冒的茶呢就是这一款 它是叫Lemon and Ginger with an Apple Twist 那这款茶呢它除了有柠檬和姜以外呢 还有一个Apple Twist在里面 那加了这个Apple Twist呢就会觉得那个口感会比较甜一点 另外它的茶呢出来也有一点红红的感觉 如果你单单泡Lemon and Ginger的话呢 那个茶泡出来是黄色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茶呢是如果我觉得有一点点感冒 或者我觉得要感冒的话呢就会泡这个茶包来喝 如果家里有蜂蜜的话呢还可以加一点蜂蜜在里面 当然你要记得等那个水稍微凉一点再加蜂蜜哦 否则就会破坏掉那个蜂蜜的 那这个茶我也是觉得挺有用的 每次要感冒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茶找出来 最后一个重头戏呢 当然就是圣诞节我收到老公的礼物咯 它是来自T2家的 T2的茶叶真的是非常贵 我很喜欢那家店 我每次在那家店都可以走很久 但是呢我都不舍得在那家店买任何一款茶叶 我觉得有点贵 虽然它家的包装各个方面都非常精美漂亮 包括这一款包装呢 我一开始以为是蜡烛的 结果打开是茶叶 那这款茶叶是叫Mango Drops 那这款果茶呢喝起来呢是比较甜的 它喝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舒服 打开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颜色 我相信它有一些芒果干在里面 所以它的口感呢喝上去是比较甜的 但是它家的茶叶呢 每次喝的时候都要放很多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比较浪费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放少了呢 那个味道呢又不像他们家冲出来的那个茶叶味道 因为他们家每天都会放很多的茶叶 可以让你试喝的都非常的好喝 但是呢下的量一定要很足 如果不足的话呢那个口感就出不了 所以这个茶叶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但是每一次喝它呢我都觉得挺不舍得 那我觉得它家的茶叶挺不错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爱喝茶的话 不妨去看一看T2家的茶叶哦 当然也要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 那好了这些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我爱喝的茶叶 如果你跟我一样爱喝茶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听你爱喝哪一款茶叶哦 也分享给我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分享 不要忘记在下面给我一个大大的赞哦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视频频道哦 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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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